彭博社报道称,一名美国匿名高级官员称,拜登政府这项名为重建更好世界的计划,旨在部分满足发展中国家,到2035年所需的40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,并为所谓中国有问题的贷款和投资,提供另一种选择。事实上,该计划旨在抗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。 对此,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9号表示,世界需要的是搭桥,而不是拆桥,是互利共赢,而不是封闭排榻。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,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,开放绿色连结,高标准会名声,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理念。 推动建成了一大批合作项目,加强了各国互联互通水平,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,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之一。 中方认为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空间广阔,各类相关倡议不存在相互抗衡或彼此取代的问题。 路透社称,由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主理辛格率领的代表团,上周访问了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加纳,并确定了至少10个有潜力的项目。 不过,据环球网报道,一名塞内加尔政府部门的消息人士9号透露,美国代表团建议的基建项目,其实几乎没有一个和真正的基建有关,只是一些非基建类的合作项目,且还要靠引入金融杠杆和私人资本启动。 拜登政府力推全球基建计划,很快引起了美国网民的热议,一名网友调侃称,美国要搞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,就是像加州高铁那样的烂尾工程嘛。 还有网友质疑,如果没有中国的帮助,美国还有进行大规模基建的能力吗?